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料 站在一旁的男人笑了 妖孽得很 好久不见 我是林申 你老公 刚才你搭讪的是我哥 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接到老爷子电话 我的心咯噔一下 爽爽 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林申也回来 我的心又咯噔一下 三年了 他终于舍得从国外回来了 谈不上兴奋 也没有多少期待 反倒是挺失落的 我美好自由的单身生活就要结束了 好舍不得 下班后 我去买了些老爷子喜欢的点心 开车去了林家老宅 这三年里 凡是节日我都会过来陪他吃饭 老爷子以前是圈内名号响当当的人物 现在年纪大了 退居二线 每天就是种种花羊养鱼 顺便说说他孙子的好话 我跟林申结婚三年 见过一次面 就是领结婚证那天 我对他的所有了解 可以说全是通过老爷子那张嘴 老爷子一共有两个孙子 全部派在外面开疆阔土 我只知道大孙子负责国内的生意 林申排行老二 主要负责海外 他之所以会被弄去海外 也是有原因的 至于什么原因 老爷子从来没有开口提起过 但我是知道一些的 林氏集团的茶水间 可是八卦的中转站 我一直在集团工作 没人知道我跟林家的关系 老爷子当初会选择我做林家的孙媳妇 除了我工作能力出众 人品好 样貌家之外 可能还是因为离得近 毕竟 肥水不留万人田 林家老宅建在市区 古香古色的 听说之前是某位大人物的府邸 被林家祖辈看重 不惜高价买下 从此 林家换了风水般崛起 一直繁荣到现在 大隐于是 就是说的这种吧 到了林家之后 我清车熟路的停好车 拎着礼物进了主屋 老爷子还在房间 客厅里只有一个男人 西装革履的 长相也很出众 我一进来 他就对我点头微笑 人家都这么主动了 咱也不能示弱 我是重度脸盲症患者 跟林申就见过一面 还在三年前 别说长相了 连点喳喳都想不起来 老爷子说了 林申也回来 他应该就是林申本身没错了 我大大方方上面打招呼 好久不见 老公 男人一愣 一旁有个男人笑了 我吓了一跳 不知道还藏了个人 那男人穿得很随意 居家休闲装 样貌同我认下的老公有五六分相 他的五官更立体精致 肤色深一些 好久不见 我是林申 你老公 刚才你搭讪的是我哥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感觉血液集中 冲进了脑子里 好丢脸 我竟然认错了老公 哪里有地方 我钻进去吧 一直到饭桌上 我就没好意思抬头 这个举动却惹笑了老爷子 说我这是娇羞 我无力反驳 娇羞就娇羞吧 总比认错老公显得正常点 两个孙子都在身边 老爷子高兴得很 我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老爷子大费周章 把两个孙子弄回来 不是享受家庭幸福时光这么简单吧 果不其然 越不想什么越来什么 酒过三巡后 老爷子发招了 林生 爽爽 你们结婚也有三年了 该考虑要个孩子了 我差点一口汤喷出来 这就开始催生了 可我俩条件不允许啊 这才第二次见面好吧 好 林生乖乖答应 我更猛逼 这人盛世有点高笑过头了 吃完饭 我跟着林生回到房间 这里我住过几次 有时候过来陪老爷子吃饭 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 就会流速一晚 可今天 正主回来了 我的流速就变了兴致 林生坐在床上 别有深意地看着我 那个 我先去下洗手间 他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我脚顶抹油赶紧走 先想想对策再说 突然 一只温热的大手 抓住我的腕子 下一秒我就跌进了床上 明明挺软的大床 却跌得我差点背过气去 林生慢慢凑过来 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 喷洒在我脸上 带着一种清爽干净的气味 很痒 弄得我只想笑 但现在哪里是笑的时候 我这都快自身难保了 你要干什么 明明是明知故问 我却找不到更合适的话 林生是好看的 身材紧实有形 这么一个男人给我滚在床上 我怕自己会把持不住 我其实不必紧张的 结婚三年 他欠我的 要个孩子 你看怎么样 他开口问道 嘴角琴着玩味的笑意 不怎么样 我在心里呐喊 他之所以要这么做 绝对不是我长得羞涩可参 或者是来了感觉 对我一见钟情 是老爷子施压了 他交代任务罢了 我从公司茶水间 听到最多的绯闻 就是他这个林家二公子的 传闻他有个白月光 请说轻微竹马 两小无猜 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 却没能得到老爷子的认可 白月光远走他乡 林生跟家里对抗 执意要出国 接手海外的生意 老爷子拗不过 只能妥协 条件就是找个女人 结了婚再走 后来找的那个女人 就是我 那个时候我刚失恋 老爷子的秘书找上我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但只过了短短几秒 我就想明白了 既然感情不靠谱 那我就要钱 好多好多钱 还有一个原因 是用来恶心前男友 让他后悔终身 显然 得到的一切 都在暗地里标注好了价码 我得到了想要的 还享受了三年的自由生活 就该成为林家的生意工具 跟这个没有感情的男人 繁衍后代 想明白了 就觉得委屈 可能是表现得太委屈 林生从我身上起来 开玩笑的 今晚我去隔壁睡 他开门离开 听到关门声的那一瞬间 我整个人都松了口气 鼻尖还有留着他的气味 心里翻江倒海 以后的日子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一夜未眠 第二天顶着两个黑眼圈起床 下楼的时候 正巧碰见林生 他西装革履地打扮妥当 见我下楼笑着问道 要不要一起去公司 我不知如何作答 干大到街吧 我有车 他就笑笑 没再说话 我在慌乱中结束了早餐 我跟林生的车一前以后 出了林家老宅 在我惊慌万分下一起去了公司 在我们乘坐同一步电梯的时候 我才知道林生被调到公司上班 变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这是老爷子的阴谋 假公济私 给我俩创造机会 培养感情 三年内 我从来都没有 跟任何透露过自己跟林家的关系 不过是到如今 兵来降党 富来欺党 走一步算一步吧 公司里本就没人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林生的归来 大家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 可八卦之魂 存在于每个职场人的心中 例行的介绍会议结束 我就被团团围住 作为接下来跟林生接触最多的人 我简直成了所有好奇人士的信息掘取站 唐主管 这次林二少回国是不是要有大动作呀 公司化的一笑 脑海里浮现起一个场景 要说林生目前为止最大的动作 应该就是昨晚 差点把我推倒 按理说国内的事务都是大少爷在管 二少爷空降一定是不简单 还有哦 听说林少早就结婚了 这次回国 是不是因为太太啊 胡说 那个林太太比神秘博士还神秘 简直就是薛定厄的猫 你们哪个真的见过呀 新换的咖啡机上 倒映出我的无奈和大家的兴致勃勃 众人拟一言我一语 对林生做着各种不靠谱的猜测 费尽脑筋找了个借口 我这才成功逃了出去 午饭的时候我刻意买了三明治 躲在了公司附近的便利店里 微信界面时时亮上一下 我知道那是公司的闲聊小群在互动呢 沉浸在漩涡核心里的我 根本没有大家的那股子热情 今天一上午的相处 让我对我这个一面之缘的老公 有了全新的认识 虽说不知道他在国外的具体办事能力 可能一板一眼的架势还是挺能唬人的 才两个例会而已 他就已经暗自记下了部门的诸多问题 尤其是半个小时前在电梯里 他竟然当着另一位大领导的面 问我关于业务上的敏感问题 吓得我冷汗都快流下来了 这才是第一天啊 我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咬这三明治 我简直味如绝辣 这三明治很好吃嘛 咬这么一大口 肩膀被轻拍了一下 才回过头 身边的空座就被男人占了 林生空着手 显示根本不是来买东西的 堂堂大总裁居然追下属到便利店 当真是不想叫我活了 林总公事化地点了个头 目光立刻秒回眼前的玻璃门 林生倒也不急 直接拿起了我还没开封的饮料 镜子撕开了吸管的包装纸 当真是不想让我吃个饱饭了 连这几块钱的水都不放过 吸管刺破了风口的吸箔纸 饮料也被推回到了我的面前 跟着我会很辛苦的 这点东西可不够你补充体力 林生笑了笑 随即就离开了座位 手指腹轻触碰到饮料盒 我的目光随着他远去的背影 越发地迷惑 他是在关心我吗 按理说 我们是夫妻 这种话听得应该并不别扭才是 可现在在别人的眼里 他只是我领导 还是未来的老板 这种话就有点擦边的暧昧了 潜意识里有个声音越来越大 接下来的日子 估计会很有趣了 林生似乎真是为了 应了大家的宫斗猜测 角色投入之快 居然第一天来就开始加班 老板不走 舍命我也得陪着干 无奈七点一过 我的胃酸就开始对我自相残杀了 中午那份三明治和果蔬汁早就消化殆尽了 不是感越发强烈 但是命运偏偏就是恨我 我这边饿得要命 还逼迫着我面对食物的诱惑 接过秘书处蔡玉婷的保温杯 听了她的夹子音 求着我一定要将那碗鸡汤亲自送给林生 转头放在空桌上 扫一眼桌面 那里简直都能开个家常菜馆了 也不知道哪来的传闻 说林生因为常居国外 特别喜欢吃家常菜 尤其是那种亲手制作作的爱心便当浓情骨汤什么的 深得其心 哪里来的那么不合格的八卦狗仔 根本就是鬼话连篇 从没听说林生有什么口腹之欲 你要非说她爱吃什么 那也不是家常菜 而是西餐和日料 至于为什么我会如此觉得 那是因为我们之间仅有的两顿饭 一次是昨天的家庭是西餐 一次就是登记那天的日料 面对着眼前的瓶瓶罐罐 对我真是一种莫名的伤害 你好 这里有林生先生的及时送 麻烦签收一下 穿着及时送制服的小哥 露着一口的大白牙 抱着他的保温箱敲了办公室的门 因为今天的工作保密性极高 所以整个部门有资格加班的 只剩我和林生了 作为下属 接快递这种杂活理应我来干 签了单子 小哥开始尽心尽责地 把那些东西掏出来 林生似乎也听见了声音 走了出来 他极其自然地去搭了把手 一点也没有公子哥的架势 包装袋一层层地解开 精致的餐盒录了出来 谢谢 林生的感谢不是客套话 而是直接当着小哥的面 做了电子打赏 坐 餐具被递了过来 林生的动作自然极了 一整天下来 总让我有种错觉 林生这家伙绝对是个射牛 每当我不自觉流露客气的尴尬 他都能迅速打破瓶颈 男人挽了袖子 替我一一打开餐盒 温柔的语调中 带着思思歉意 不好意思 我真的以为你已经吃过了 原来这餐是为了我点的 莫名的暖意 伴随着饭菜的香味袭来 我开始默默吃了起来 饭吃了大半 林生不经意地瞟了一眼 身边花花绿绿的包装 显然 他也是才发现 那堆东西的存在 那些东西是什么 不问还好 一问我差点呛的 哎 真是糟蹋食物了 明明有菜有汤又有饭 还浪费钱订外卖 都是公司的女员工能给你做的 各种类型的家常美食 听了我的答案 林生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微微醋眉 神经大调的 我还以为是他没听懂 我便认真地开始解释了一遍 职业病附体的 我甚至当即站起身来 逐一开始介绍起来 这是销售部的和经理做的 纯正的盐饼小豆饭 这是市场部最漂亮的candy做的 超有料的广式双皮奶 还有这个三黄鸡汤 蔡秘书刚刚送来的 特地主妇是新杀的农家鸡 你看还热乎着呢 听着我的花式夸奖 林生的脸色越来越差 手还没拧开鸡汤的盖子 我的行动就被林生约束了 它像是个特种兵一样 迅速抢过了我手中的保温杯 将我锁在了墙角和桌角 那窄窄的距离 唐主寡 你盛世太友好了 帮着别人给自己老公献殷勤 老婆这么大度 我可受不了 健康的小麦色皮肤 因为林生那黑掉的脸色 越发显出一股狠力 咽了咽口水 我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话有些失态了 舒缓的话语还没说出口 林生倒是做了更过分的事 她将我拥在怀里 嘴唇贴在的耳畔 一言一语的呼吸 正好吹到我别在而后的发丝之上 唐爽 不管在哪里 都别忘了 你是我林生的妻子 似乎是警告 又像是叮嘱 林生迅速地分开了我 但是我的耳朵 直到回家还红得厉害 工作是一天做完的嘛 明天开始都给我按时下班 刚毁了大宅 我和林生就被爷爷那中气十足的嗓音震倒了 老人家一直没睡 坐在客厅等我们回家 躲得过公司的阴阴厌厌 却逃不掉家里的汤汤水水 面对炖好的各种补品 我和林生默契十足地皱了皱眉 爷爷则是一脸暧昧地笑 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养 看在爷爷的一片心意 只能努力地咽下去一些 可当我们回到卧室的那刻 早已经改掉的格局让我明白 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 大床变小床 陈设也彻底变了 连林生在书房惯用的桌子都被搬到了卧室里 密闭空间干柴烈火的标语就差直接写出来了 放心我一会儿找机会溜走 不过你得先支开外边的人 都21世纪了 趴墙根的还是后继有人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自然明白林生的意思 清了清嗓子 我坐到了床上 不坐不知道 这一坐才发现床竟然也大有玄机 只要人的动作大些 就会开始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好吗 就没见过这么明显的预盖迷章 脱掉了高跟鞋 我像个孩子一样 在不大的床上打起了小滚 不时还发出一些暧昧不明的声音 林生则憋着笑 还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折腾了快半个小时 我终于收到了林生OK的手势 瞬间 我彻底累怕 连招呼都懒得打 便毫不淑女起身洗漱去了 等我再次回到卧室 林生已经不在了 工作的疲乏加上刚才的那顿折腾 叫我只想立刻瘫倒在床上 准备关灯的刹那 我注意到台灯边有一盒喉糖 很显然 那一定是林生留下的 眼皮不住地打架 我再也懒得思考它行为背后的意义 迅速睡去了 大概是我们的演技不错 第二天一大早 爷爷的笑意更明显了 林出门的时候 他甚至站在门口 目送我们上班 慈祥的眼神里充满期待 我的本意绝非欺骗 可让我立刻就同林生一起进入角色 那我更是办不到的 思来想去 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何况 我还有一项重要的事要做呢 盯着办公桌上准备好的合同 我终于又找到了让自己真正快乐的感觉 长达国际的单子是我盯了多久的项目 没想到还真的做成了 三年来我不断努力工作 想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为了钱牺牲一切的无用之辈 看来我很快就会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了 做好的项目书早已经通过了内部审查 就差领导签字的最后一步了 信心满满地将文件和这其他的几个项目一起递了上去 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林生的批示 翻看着最近有名的馆子 认真挑选着和好友去庆祝的场地 遗憾的是 我的喜悦只维持了半个小时便结束了 为什么不行 这个项目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的 盯着手里被裁掉的合同 沉不住气的 我还是亲自找了林生 那些冠冕堂皇的解释根本说服不了我 场面一度变得有些尴尬 似乎是察觉到我真的生气了 林生提出可以开会表决 在公司这么久了 我自信我做的项目没有任何问题 自然不怕被比较 没想到真到了开会的时候 身份地位的差距狠狠地泼了我一盆凉水 当林生提出反对意见后 立刻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几乎是压倒性的胜利 终结了我六个月的努力 说没有情绪的纯粹是机器人 当晚我就没了回去的心思 找了个礼貌的借口 我提前和家里打招呼 终于在我骄傲的自尊心的趋势下 我只是依靠游荡完成了内心的烦闷 时间很快过了22点 我还是毁了自己的家 市中心的小公寓也算是我的彩礼之一 这几年我都在这边生活 入户室电梯打开的瞬间 我就看见了玄关处多出来的鞋子 棕色的小牛皮上有林母家族的徽章 鞋主人的身份连猜都不用擦 鞋在人不在 只可能是进了屋子了 再坚强的人都需要避风港 我也一样 挨压指纹锁 心里再不开心还是要进门的 客厅里铃声好好的坐着 听见我回来了笑着站起了身 白天被压制的不服 加上不被尊重的感觉 让此时我的情绪升到了顶点 随着铃声的靠近 他迅速闻到了我身上的酒味 并且立刻皱起了眉 你喝酒了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备孕的时候不宜饮酒 行径很幼稚 可我的委屈却很真实 如果有什么不开心就跟我说 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听着铃声假惺惺的关心 已经被酒精控制的 我直接说了心里话 铃二少爷 你想骂就骂 别假惺惺的了 没错 我的一切都是林家给的 我哪有不开心的权利啊 一个酒隔的到来 阻止了我接下去的话 本想借此抒发心情的我 瞬间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铃声倒是也有打击我 只是轻拍了我的肩 端了杯温水给我 摸着温热的茶杯 我的理智终于慢慢回到了我的脑子里 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铃声的声音也温柔了些许 还贴心地给我递了纸巾 今天那个案子你真的想做 鼓起勇气 我点了头 铃声认真的会看着我 半晌还是点了头 我再次用眼神询问他 也又一次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你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才答应的吧 白天被打击的画面还扎在我的心底 很难不怀疑铃声此刻态度转变的真正原因 对于这个案子 我心底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不过对于你妈 男人的凤眸半咪 里边藏满了那些我看不透的小心思 世上真有难抢 也要让你撞一撞的 切 我才不会让他的乌鸦嘴成真呢 当长达爆雷的新闻铺天盖地地发出来后 我们的第一批工程款已经打了过去 对方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处于战线 我只得亲自跑一趟 好在对接的人还在 并且给我请进了办公室 唐主管 我是真心想帮你呀 但是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 很不乐观啊 半个小时过去了 对方说得口干舌燥 也没讲出一个我想听的词早 都是在职场打拼了好几年的老人了 那些翻来覆去打太极的话 我说的不比他差 曾经被我逐条过审的合约 此时进成了他们合法推脱的武器 无力感 愤怒感 还有对自己的失望 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公司 我坐在车子里思考着 下一步该怎么办 车窗被敲 暂时拉回了我迷乱的思绪 玻璃缓缓下降 我竟看到了最想不到的那张脸 一辆车占两个停车位是不对的 林太太 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处 我跟林申已经有些些许熟悉 她偶尔会开玩笑似的叫我林太太 我也早已经习惯了 毕竟我也确实是她的老婆 你怎么来了 这个说来话长 要不你请我吃个饭 边谈边说 项目出了问题 她这个当领导的 却像个没事人似的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豪门气度吧 坐在副驾的林申 主动说了个 我不太熟悉餐厅 我值得依靠导航开了过去 到了之后我才发现 那里是会员制 没有预约 根本进不去 谁说没有预约的 31号包厢 就这样 林申带我走了进去 包厢的门被推开 看来我今天的惊喜还没结束 赵总也不像要破产的人啊 看起来食欲不错嘛 怎么也见不到的长达老总 没想到 竟然就在本地 满桌的菜肴 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 不禁让人联想了起来 见到我们出现 对方明显有些尴尬 林申根本不理会对方的表情 静字走了进去 赵总也是商场上的老人了 搞那种脏手段 真没必要 林申的话让我如梦初醒 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这背后的关系 之前的长达 不管我们释放多大的诚意 都回避合作 却在这一次释放了友好信号 释出反常必有妖 可惜我太着急力功了 被蒙蔽了双眼 结合这段时间听到的各路消息 再加上林申这笃定的态度 事实已经一目了然了 看来我们早就被算计了 对了 赵总在英国的那批货 胜了不多了吧 你说要是供货商 不跟你继续签约了 你后边自立门户的路 还扑得下去吗 林申的话一句接着一句 赵总的脸色 已经越来越难看了 他们之间说着我不懂的暗语 包厢里充满了博弈的气息 最终 林申下了最后通牒 48小时内如期旅行合同 否则后果你知道的 疼老婆的男人才能发大财 赵总是你自己先不守规矩的 怪不得别人 对方打从我们进门道离开 没有回答一句 看他现在的脸色和颤抖的手势 已经预示着 他经历一场多么紧张刺激的心路旅程 事后我得知 原来长达的赵总 一位小三的教唆 动了和太太分家的心思 他想利用漏洞卷一大笔钱走 剩下的烂摊子 则留给控股更高的太太 不仅仅是我 被骗的还有好多人 恰好林申的学姐 正是赵太太的侄女 所以她早就得到了内部消息 事情理清后 当初拒绝我的提案才是明智之举 结果没想到 最后她不仅没受损失 还赚到了钱 胆大心细 商业奇才 得知真相后 我补了那顿饭给林申 凭什么不赚她的钱 这合同里边 可有我的太太大半年的心血 况且 我最看不上这种始乱中气的了 简直就是男人中的败类 她解释了 要一追到底的原因 也彻底在我的心底 留下了一席之地 我就是那种人 如果打心眼底认可一个人 一定会抱着最谦虚的态度学习 在林申的放轻松 才更有激情的洗脑演说下 爷爷同意了 我们暂时出去小住 还是那个小公寓 不过我现在是自由多了 林申绅士地选择了小一点的客卧 我们的同居生活也正式开始了 经过了长达一世 我长了记性 再也不一起用事了 一旦放下成见 我也终于见识到了真实的林申 多年在国外的经历磨砺了她 行动上大胆 骨子里纯凉 女人们都是容易陷入爱情的 至少一个优秀的异性在你身边 你很难信物波澜 只要一想到 这位中西合璧的贵公子 竟然还真是我的老公 还真的会想要偷笑呢 不过随着我对她越发的感兴趣 那些以前听过的传闻也开始困扰起我来 那个传说中的青梅竹马倒是谁呢 尤其是上一次长达事件里 她主动提及的学姐更成了我的高度怀疑对象 好奇心已经开始要给我折磨疯了 我决定必须要问个清楚 适逢假期 我提前买了红酒和牛排 主动做好了吃的 林太太真是惊喜多多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早已经习惯了林太太这个称呼 甚至林申每次叫的时候 我还有一点点的小窃喜 为了避免自己喝多坏事 我提前吃了解酒糖 算是做了个小臂 酒一杯杯的下 我把握气氛 问出了心中的疑虑 对了 你是不是有个青梅竹马啊 你先告诉我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要不我就不回答 该死的 林申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面子混了那种抓心的好奇 折磨得我开始语无伦次了 好在林申还是放过了我 我没有青梅竹马 那些都是瞎说的 哼 糊弄鬼呢 赌气喝了一大口酒 小情绪彻底藏不住了 当我想要再到的时候 林申的手掌盖上了我的杯口 别喝了 我还有问题想问你呢 什么 带着一点点酒气 我把头仰起来 故作镇定地反问 如果我现在想问你 你愿意吗 如果你不介意我先打个酒阁的话 哎呀呀 杀我吧 为什么我竟然会把心里话说出来啊 糖霜你的高冷哪里去了 随着一声来的刚刚好的酒阁 林申浅笑着压到了我的唇 从最初的错愕到后来激烈的回应 我早已经用行动做了回答 清晨的阳光洒进来的那煞 身边躺着的林申提醒着我 昨晚的一切都是真的 记忆虽说还有点模糊 身体倒还残存着微微的触感 林申的眼睛半睁 尼南着将我又揽入了怀里 早安 林太太 经过昨晚 这声林太太终于有了新的含义 老实讲 最初林申回国的那几天 我动过离婚的念头 三年不见便是态度 对于这场婚姻林申 似乎比我还要儿戏 而一开始就能认错人 也将我对他的不了解 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生的剧本都是老天爷写的 我没想到我还能遇到那样的惊喜 经过了那一夜 我们俩的关系突飞猛进 离婚的念头似乎没有出现一般 早就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手机屏幕上 是我早就改好的昵称 我不自觉地勾起了嘴角 连同事都来打笑我 说我是不是恋爱了 林申出差去广州几天 思念早已在不知不觉之间蔓延 直到一条新闻的出现 林氏企业的孙子 在机场跟新晋影后苏玲宇一起 在VIP室内依微卫视 镜头因为距离有些微微的暗 可抱着女人的男人 有着跟林申完全一样的脸 偷拍的地点正是广州白云机场 故事的主角却不是我 捏在手里的方向盘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广场上的大屏幕 要不是后面车辆烦躁的鸣笛声 我还在马路中失招神 将车子究竟停下后 我拿着手机找到了林申的备注 拖出去的瞬间 我就后悔了 挂断 关机 一气呵成 啊 唐爽你也有今天 无奈地苦笑 眼眶慢慢感到了一丝微酸 活了二十几年 没想到我唐爽也有这么耸的时候 刚才动了心的人 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给了我这样的当头棒喝 也对 青梅竹马都能放得下 对我又怎么会认真呢 一般出了这种新闻 媒体都会追着不放的 但是因为我始终是一只薛定恶的猫 所以大家的关注点都是 那女孩是否能成功嫁入好门 没有人会站在我的立场 因为全世界都根本不知道 还有一个我 心里越想越烦 连小公寓我都不想回了 曾经温馨的回忆 此时都变成了折磨我伤口的碎颜 恰好第二天便是假期 我草草地订了个酒店 打算随便吃点东西 然后睡到昏天黑地 来的时候 我发现酒店底下就有个肯德基 于是便随手下了一个外卖订单 配餐到的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竟然不小心点成了儿童餐 东西不多 玩具的盒子就占了大半 吃完饭我实在没事做 于是拆开了那个包装盒 并拿出了里边的玩具 大大的可达压伴随着音乐 做着来回摆手的机械动作 蠢萌中透出一种魔性的快乐 唐爽你真的好幼稚啊 自言自语的瞬间 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笑着笑着就哭了 在酒店连着住了两晚 家里的电话直接打到了酒店的客房 关了机 不代表人家找不到你 爷爷没有提一句关于新闻的事 只暗示我要是累了 可以多休几天 机械性地回着话 还带着平日里的那份谦卑 挂了电话之后 我再也忍不住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率先动心导致了我的意乱情迷 不代表我会一直错下去 看来离婚又要提上日程了 收拾了自己的情绪 我用酒店的电话连接了个靠谱的律师 约好了时间 第二天一大早 我便开车去了律所 太多的问题需要咨询 我还特地准备了小本子 办公室的门被退开了 除了律师我还有意外受火 林太太 要离婚 怎么能不通知你的老公呢 林生丝毫看不出一点的慌张 竟然还有心思同我开着玩笑 张律师对我抱着一个略带歉意的眼神 接着就退出了房间 唐爽 我不同意离婚 你找哪个律师都没用 财大气粗就是厉害 上来就想给我的路堵死 但是背叛的感觉实在太差劲了 我今生不想再体验第二次了 林生 我们没有感情 你何必呢 不等林生的解释 我将这些年来的心事说尽 从为何会答应 到在相处时候的动心 再到看到他出轨新闻后的悲痛 一字不落都讲了出来 反正都要分道扬镳了 我也不在乎那些面子里子了 说完了之后 我的口干了 气也顺了 从始至终 林生没有打断我 算是给了我最后的礼貌吧 谈不上感激 可我喜欢这样子的体面 我可以同意离婚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似乎是真的被我的话震住了 林生给了我一个像样的答复 思索了一下 我轻轻地点头 在我的认知里 那些条件无外乎保密 或者是彻底的财产分割 别说这些了 就算是让我结婚的时候 得到的一切都交出去 我也无所谓 别人觉得 那是能基于自己保障的财富 在我这里 反倒是我不堪冲动的过去 既然要散 那就彻底一点吧 我给了最义无反顾的回答 林生倒是又一次不按照常理出的牌 只见他单膝跪地 竟然掏出戒指 对我求了婚 再嫁给我一次 我懵了 腿一软 就坐在了沙发了 这男人是要有多么的厚颜无耻 还好意思跟我提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 就在我心一波的批判 准备登场之时 一直躲着的男女走了出来 小叔子 求婚不是这样搞的 就是 学学你哥哥我 要浪漫一点 前几天 新闻上的二人一脸甜蜜 从巨大的窗帘里走了出来 那女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还上来坐到了我身边 辛苦你了 弟妹 摊上这么一个大指南啊 就是不省心 手被拉着 我的思绪还在努力的整理中 苏灵宇 你就别损我了 要不是你跟我哥被拍到 我老婆能气了要修夫吗 林申愤愤不平 也道出了我困惑的玄机 对呀 出差的不只是林申 还有她亲哥哥林青 闹了这样一个乌龙 我当真是降至操作了 臭小子 叫谁大名呢 这是你学姐见大嫂 你给我放尊重点 连一向温婉的大哥 都化身互妻狂魔 这关系是彻底坐实了 被打断的求婚 变成了吐槽大会 直到我笑出泪来 才暂时打住 不过 我倒并不失望 因为我们没有离婚 自然也不需要求婚了 两年后 都说金是会遗传的 双胞胎更容易生下双胞胎 摇篮里的两个小家伙 闭着眼睛 一样长的睫毛 微微颤着 一天要看八百遍 可依旧还是喜欢的不得了 老婆 你都出了月子了 应该出去好好玩玩的 带孩子的事有我呢 你就别操心了 铃声直接一个公主抱 将我带了出去 害怕儿子们被吵醒 我只能认其为之 铃声并不是说说而已 反倒给我带到了衣帽间 全新的信用卡递了过来 他甚至直接给我下了消费任务 刷爆他再回家 要不今晚我就 你儿子少吃一口奶 刷卡呢 等下再说 之前你答应我的事 是不是要回答我了 两年前我就好奇得要命的问题 直到今天还没有答案 铃声是终极拉扯大王 从认定彼此拖到发现怀孕 又从生产拖到了出月子 你的青梅竹马到底是谁啊 好吧 反正你也跑不了了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 好奇了五年 期待了两年 没想到 秘密真的到了要揭晓的瞬间 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引得铃声哈哈大笑 是有那么个人 不过不是青梅竹马 是一见钟情 当时我喜欢上那个女孩 死活要跟她在一起 也觉得我太儿戏 所以就出了那么多奇怪的传闻 三味涌了上来 没想到关于铃声 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就在我的表情管理 要失效的刹那 铃声又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我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你 我此生唯一的林太太 疑惑地指向了自己 很快就收到了 铃声笃定的点头 六年前 在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 世人都在看那幅无名女郎 我也迷上了我眼前的无名女郎 没错 我在俄国流过学 也去过那间美术博物馆 那是我归国前最后的行程 因为喜欢克拉姆斯科伊 我便决定最后去看看她的作品 记得那天我特意模仿了她的代表作《无名女郎》画中人的装扮 当时的男友还帮我和画一起拍了照 以此作为我的纪念 照片还在 狗男人倒是走了 回国之后 我努力争取 有幸进了林氏工作 男友倒是一瞬间大彻大悟 跑回俄罗斯 去做我们教授的女婿了 铃声拿出了当年偷拍我的照片 证明了她所说非虚 当时在林氏的入职名单里看到你的照片 我一个不信命的人都变成违心主义者了 我跟爷爷说喜欢你 爷爷却当我是疯了 还有一件事我要坦白 后来那次问你愿不愿意结婚 其实是我跟爷爷打的一次赌 按照林申的描述 当时的赌注其实只是一个陷阱而已 如果我答应了 她要出国接管分公司三年 如果我拒绝了 她则立刻就要被官宣成为法公司继承人 谢谢老婆大人 要不然我就真的要在林氏打一辈子功了 迟来的感谢也是感谢 至于谢礼嘛我也想好了 那就是 好好捅我一辈子